今年的日子和去年没有多大的不同 还是学习、投资以及陪孩子玩 不过还是不能出门 再加上身在新加坡 感觉不到四季的变化 觉得日子似乎越过越快 一年下来好像只活了一天 真正的一年如一日 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要分享的东西也还有很多 紧迫感倒是越来越强了 孟子说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学到一点东西就想到传承 怎么把这些东西留给后人 我去年在微信公众号上写了一些文章 虽然是处处小心 还是经常有文章被屏蔽 所以今年干脆就把阵地完全转移到了YouTube 一年下来收获很多 在华人圈里 YouTube的影响力自然远不及微信 但我要宣传的是独立思考价值投资 而独立思考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向往墙外的世界 对那些只有微信不上YouTube的朋友 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所幸的是只要言之有物 真正对人有帮助 在哪里都能发现志同道合的人 我的频道花了一年才有了1000个订阅 之后只花了三个月不到就达到2000 而且从9月推出付费会员到现在 不仅会员数量之多出乎我的意料 订阅的增长似乎也没有受到影响 让我在人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学习成果 一下子被这么多人肯定 我非常幸运 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欢并且擅长的事 我希望可以通过分享 让更多的人实现财务自由 能够体会到除了朝九晚五给大公司打工 人生还有别的选择 虽然离我10亿美金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是我每天不断地学习积累 和现在持有的优质公司 是我信心的保证 我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以后每一年都可以帮到更多需要帮助 也值得帮助的人 好,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再见